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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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门后面是类似于明朝建筑风格的庭院设计 中间有一个大湖 大湖两旁有雕刻精美的廊桥连接湖面中间的一座白玉石亭 南京菩萨坐在梁亭内的石桌上 用天眼观察在娑婆世界修行的佛子们 用意念点化他们修行上遇到了困难 菩萨看见弟子站在墓门外 点头是一弟子过来梁亭内坐下 下一秒弟子就坐在梁亭内的石椅上 南京菩萨轻点石桌 石桌表面显化弟子当天在供修会的言行举止 在看到义工们共修白化佛法时 南京菩萨仔细观察众弟子的学习态度 及行为并给予记录 遇到无法理解的地方 南京菩萨非常耐心地教导弟子如何理解白化佛法的意境 以上为弟子在心灵净土学习白化佛法的场景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弟子 马来西亚 180719 答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白化佛法 学佛不是单单做点功德 要有智慧 哪位菩萨没智慧 没有智慧怎么到得了天上 白化佛法一定要好好学 所有的弟子都要好好学